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无名小厂到行业巨头 镇华重工见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巨变 赶超发达国家 连续18年雄居全球第一 要把中国的名牌响亮全世界 全世界只要有港口的地方 都要有中国的极大箱起动机 目标有多高远 道路就有多崎岖 赶超世界强国的过程并非坦途一片 他说 中国 我们不相信 你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在美国你有就业证吗 你抢我们工人的方法 工会把我们告上法庭 如今 制造业转型浪潮来临 中国制造如何应对新挑战 继续抢占制高点 从制造到创造 从大国迈向强国 让我们一起分享镇华重工的经验 展望中国制造的崛起 大家好 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若霖 大家晚上好 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最喜欢说一句话 叫做要让美国制造回归美国 不过我每次听到这句话 我就会想起他的前任奥巴马闹的一个国际笑话 那是2013年3月29日 当时奥巴马总统在美国迈阿密港口做一个演讲 演讲的题目就是让美国制造回归美国 当时他在港口背后是一台大型的集装箱起重机 上面还挂有一个星条旗 这个演讲像全球直播 我当时在法国也在看这个直播 就在奥巴马讲到美国制造的时候 突然刮过来一阵风 把美国国旗卷走了 露出了两个汉字中文叫振华 还有四个字母 是振华重工的英文缩写 就是这个 当时振华重工立刻就全球闻名 这奥巴马在讲美国制造的时候 为振华重工做了一个金牌广告 我后来琢磨那一阵风 肯定是一阵东风 所以特朗普以后再要讲类似的话题的话 他一定要小心不要到港口去坐 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请到了振华重工的原董事长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副总裁宋海良先生 好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宋海良 大家好 刚才说到振华重工 他有很多的故事 也有他美丽的神话 我们从自动化码头说起 我小的时候看到一个海港工人搬用后 完全是靠 先扛的 然后两个人上个人一组扛的一个东西 来装到船上 当时的海港工人的劳动强度 当时他们的作业环境条件 是非常之恶劣的 当然几十年过去了 一个月之前在青岛港发生了一个故事 我们集装箱码头 整个一个大的码头 空无一人 整个集装箱自动运行起来了 而且它的运行效率 目前在全世界是领先的 记得1985年 荷兰的一个码头叫ECT码头 他们做了所谓的第一个集装箱码头 那个时候它的效率是什么呢 大概10到15个标准箱 而一个月前在青岛发生的故事 第一次试船实验 可能很多条件还不那么完备 可能很多假定还没有完全实现 就这样 第一次试船 它的效率就达到了接近26个目 可能欧洲人几十年 不断追求的事情 在振华重工5年的探索过程中 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周围附近的老百姓讲 原来我们到港口里看 看的是装备跟人 现在人没了 装备谁在指挥呢 他们看了半天 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中国新一代的魔鬼码头 魔鬼在驱使它 其实不是魔鬼码头 准确地讲是第四代提装箱 自动化码头 叫智能码头 完全智能化 那么实现这个技术是谁呢 就是振华重工 ZPMC 就是现代集装箱码头壮备 全球的领导者 先行者 所以从这个开头 我讲讲跟大家分享分享 振华重工 成立于1992年2月14 在浦东开放开发的一个地方 它应用而生了 记得当时的振华重工的开创人 管同贤先生讲过 我们中国人 做极档梁启动机 我们就得为中国人正光 就得让中国的品牌 响亮全世界 这是它的第一个 叫梦想和理想 第二个 全世界 只要有港口的地方 都要有中国的集装箱启动机 到去年为止 集装箱装卸桥 占到了全世界份额的82% 那么它已经遍布 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 而且主要集中在 一些发达国家的 洋海港口上 那么同行的同志 很多人来问 我们对这个行业 不太熟悉的同志 更是不断地发出问题 宋董事长 原来制造 那大国在欧美 技术在欧美 振华重工短短二十几年 从开始的 从小到大 从无到有 而且能站在这个行业的顶峰 走在前列 靠的是什么呢 在我自己看来 振华重工能走到今天 当然 有环境的因素 有政策的因素 有我们国家 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 这个大的国家战略的指引 大的宏观政策的帮助 这个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以海上运输为主的 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货物运输集装箱化 和船舶大型化 使得全球港口 对起重机的需求 迅猛上升 1992年 当振华重工在上海创办时 港基制造领域的市场话语权 完全被国际巨头把持 没有任何优势的振华 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它是先国外再国内 当时咱们做出来的一些启动机 国内当时还不改用 它主要是用的是 日本的 欧洲的设备 所以我们第一台 第一台就是在加拿大 2000年以来 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对自主创新的大力支持 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规予 从而一举完成 对国际同行的赶超 港口机械行业 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不仅早已替代进口 并占领了重要的海外市场 如今 振华重工的港机产品 遍布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 230多个集装箱码头 其生产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占据82%以上世界市场份额 连续18年 雄居全球第一 政华重工25年 创造这么个奇迹 为什么会创造这个奇迹呢 那么在我看来 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个 就是国家责任的担当 民族的使命 一个企业 一个国有企业 一定要用 国家的责任担当 要站在国家战略的前沿 作为国家战略的践行者 实践者 推动者 民族的使命 民族的什么使命 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为什么叫ZPMC呢 叫振华重工呢 就是以振兴 中国民族制造业为己任 所以当它成立的一天起 就是要立志 要振兴 中国民族制造业 就是把民族制造业 走到全世界 接下来我讲一个故事 当时 德国汉堡港 引进了第一批购买 中国的集装箱 四个启动机 德国是启动机的故乡 当时的华侨华人 都不相信 德国人买了中国制造的设备 当时的华侨 可以说 很多其他城市的赶过来看 中国集装箱启动机 是什么样 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可以说大街脚巷都排满了人 所以当振华重工的 集装箱船 带着这四个集装箱启动机 经过这个港口 那个河流两岸的时候 两岸 大部分华侨人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碰巧的是呢 旁边还有一个 娱乐场 娱乐场的 这个老板看了以后 就感动了一面 自动地升起了中国的国旗 当时的船长 赢得国旗致了个镜 说没想到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人 也能为国家 带来荣誉和骄傲 我们受到了别人的尊重 受到了特殊的领域 我们作为一个振华人 感到非常的自豪 所以呢说 国家的担当 民族的使命 这个不是个空话 所以呢 在振华重工 体现的非常的深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振华重工能走到今天 很重要的一种精神 敢为天下先的 创新精神 当时振华重工的创始人 就立志要占领 启动机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一年要创造 最少不少于两项的世界纪录 我记得一开始 这个吊距 这个速度大概 十几米几十米 现在可以一百多米的速度 可以说走在欧美的 包括日本的 当时韩国在极章箱 启动机方面的前面 那么在这个速度方面 做了几次的 几个台阶的提升 后来 我们极章箱 一次吊一个箱子 后来改成 吊两个箱子 最后一吊 双吊吊四个箱子 当然 这些技术的创造 和引领 带动了极章箱 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没有一种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没有一种 赤子一横的 不是说 今天创造了一个东西 就等着吃一辈子 等着千年万年都吃下去 不可能 技术发展是很新猛的 必须我们手里有一套技术 还要兜里穿一套 就是说 有一套 看一套 还得尝着一套 那么不断地研究新技术 可能当时到了八千箱的船 就会预设到 未来可能一万二 甚至一万八 没有这种创新的引领 振发重工很难走到今天 所以我说第二个赶为天下先 把创新当习惯 把创新当文化 那么第三个呢 可能它的成功的背后呢 我觉得呢 一开始 就是高目标的导向 追求品质跟诚信至上 当时我们记得 美国的第一台 美国 对我们的价格 对我们的工期 不存在任何的疑虑 他认为中国的产品 肯定价格不贵 服务也不存在疑虑 就是你好不好用 品质行不行 别人能用25年 你是不是用5年就不行了 别人10年一大修 你是不是得一年一大修 这是当时我面临的一个困境 所以 当时政华人 在设计标准 制造标准 管理标准 服务标准 都是坚持质量第一 宁可这个事 我们赔本 宁可这个反复多少次 我们提出一个叫 零缺陷工程 绝不把缺陷 留到下一个环节 为什么讲诚信呢 欧美国家 有的人说是法治的国家 有的人说是 讲诚信的国家 我给他们讲 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文化 也是很讲诚信的 只是一个时间 一个阶段 有些人急功近利 可能忘记了我们祖训 传业来的传家宝 我们中国民族 这个优秀的精神 内核 很讲诚信 如果在欧美国家 美国 可能你一单字 这件事没做好 你还可以修一修 如果你不讲诚信 可能你只能在那做一单 可能你几十年 现在永远被他 进到这个市场 所以震华人始终牢记 品质 与诚信之上的企业精神 接着我讲的第三个 除了港口机械市场 震华重工还参与了 众多国际国内 知名大型钢结构项目 1989年 一场大地震 使得美国旧金山海湾大桥 东断损毁严重 2006年 加州政府就大桥的 重建对外招标 在国际制造强国的竞标中 美国人却最终将 大桥的钢结构制造 交给了中国企业 震华重工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承担 世界最高级别的桥梁建造 2011年7月11日 由震华重工成建的 旧金山海湾大桥 全部钢结构 圆满完工并交付 为感谢大桥项目总指挥 李江华率领的中国团队 为大桥建设做出的贡献 旧金山市市长颁布公告 将当天定为该市的 李江华日 这就是对你的施工单位 制造单位 在美国看来最高的褒奖 最大的利益 他认可你 2013年9月 旧金山海湾大桥 东段新桥建成通车 当这座世界上跨度最大的 单塔悬索钢桥 再次成为美国西海岸的地标时 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印象 也在悄然改变 我记得美国的旧金山海湾大桥 当时邀请投标 全球招标 主要的竞争对手是 德国 日本 韩国 那么当时 中国刚才投标的时候 那些人不屑一顾 中国怎么出来一家 还能搞 钢桥的 还能在美国投标的 后来就打听 这是什么企业 是搞振华港机 一打听的背景 搞启动机的 搞大桥肯定不行 很不在 结果第二轮投标下来 经过中间的几轮环节的澄清 核实调查 振华中工 特别是对大桥 在焊接方面的技术 还是征服了他们 他没想到 中国焊接师的水平有这么高 所以呢 他后来下决心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振华中工 当时记得日本三菱的 他们的社长说 你们把这么重要的事 把这么挑战成的事 交给中和振华中工 你们放心吧 你们觉得可靠吧 可见那种心态 既有一种摔了溜到心态 也有一种感觉 可能将来 你要受惩罚 甚至 感觉到美国把这个事 交给中国 这是一个效法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事实证明呢 当时确实美国对这个方面的 资料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当时要求拿到美国焊接师证 是要有1500名 当时有人统计过 那个年代 中国拿到美国焊接师总的量 还不知道有没有2000人 所以呢 当时呢 振华中工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挑选 我们这些1500名高级焊接师 顺利地通过了 美国焊接协会的 一个认证 不断超越精益求精 借助了振华中工的 这个工匠精神 所以第四个力量 就是工匠精神 同时我每次到工区都会说 我最想感谢的 我们的那些焊接工人 我们在一线的工人 他们在无论是寒冷的冬天 无论是炎夜的夏天 可能都要钻在那个里面 进行焊接 一时不苟的焊接 而且美国大桥 一开始来的我们的 参加检测检验的人 最多的时候几百人 我们所有的检验 他不相信 你检验完 他全部100%的进行复检 到最后 只要中国检测师 检测过的东西 他一律免检 皆是对正华重工多大的信任 他说 在全世界就没有这个地方 我们抽检率最少百分之十 到最后那一年 几乎抽检率是零 免检 这个免检带来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正华重工的工程师傅们 他们的工匠精神带来的 所以我很感谢 正华重工的那些工匠师们 那当然了 这个说到这四个精神 我个人看来 一个企业能走到今天 那么我老讲了两句话 一个是关键的少说 一个是重要的基础 关键的少说怎么说 领导团队 这个企业家的精神 跟企业家的团队 一个企业能走好 我们老想了 总是有火车头都牵引 所以企业家的精神 企业家团队的引领 这个作用是必不可少 那么正华重工走到今天呢 我想要总结的方面也很多 但我觉得起码这五个方面 是很重要的 也叫正华重工 走到今天的五大力量 我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五大力量 当然了 正华重工走到今天 它背后有成功的案例 有很多刚才你讲的 神奇的故事和精神 它有没有困难呢 有没有挑战呢 算不算个跟着我 那一定会有 否则就不符合哲学的原理 就不符合普遍的规律 跟大家分享几个 当时走过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连续六次投标 我们开始来入围的条件都没有 我们到西亚去 我们团队去了 欧美的团队去 他们的总经理都会出场 这里面见我们的一个人 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员工 刚刚一个员工 能够我们炒出来炒菜的跟我们谈了十五分钟就收招了 后来我们一代一代要跟他讲 要跟他讲我们的方案 我们的故事 他说中国我们不相信 你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这方面我们走过来 那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光鲜的背后呢 其实我们也摔过很多跤 比如说我们当时到美国 我们对美国的用工制度还不了解 这个庄业桥下来之后 到了那个码头前沿 这个螺丝就松动了 松动了我们的工人就很敬业 拿起来扳手就给他拧上去了 多拧了几轮 后来一个船票传过来了 你在美国你有就业证吗 你抢我们工人的换位 工会把我们告上法庭 罚款要求五十万美元 破坏他们的工会的组织 后来反复沟通 但是我们也交了学费 所以可能在中国觉得 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 在那儿可能本土的文化 本土的法律 那你可能就要适应它 比如说我们当时 在有一些作业条件环境下 我们在国内可能工作 18个小时24个小时 在他那儿噪音的问题 那再一个我们的图纸 设计了美国认不认 欧洲认不认 我们这个审途拿到美国去 拿到欧洲去 他们一遍一遍地审查 一遍一遍地我们更改 可能有时候 我们这个设计 可能需要两个月 审途就需要四个月 所以我们不断地沟通 把美国的标准 欧洲的标准 充分地掌握 我们聘请他们的审核师 他们的势力师跟我们交流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肯定也是交过学费的 我们这些千金难买的教训 也是金人班的经验 跟教训来助推 郑华重工的前进 郑华重工的昨天 有高峰也有低谷 凭借着五种精神 郑华重工 以其技术创造和引领 带动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和全球海运技术的 一次又一次革命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除了传统的港籍制造 郑华重工出为开拓新的领域 他高端切入海洋工程装备市场 并参与了举世主目的 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 为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提供核心材料和装备 2013年 郑华重工开始成建 中国首个集装箱自动化码头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 此后 郑华重工又相继拿下 青岛港和上海阳山港四期 自动化码头的订单 填补了中国集装箱 自动化码头的空白 以自动化码头为标志 郑华重工转型升级的实践 已经开始 中国面临着全面的转型升级 郑华重工怎么转型升级 我提了五个方面 五转五升 一 我们原来的制造 要更多的往创造转型 第二个 原来中国的设备呢 我们卖的是设备 现在卖的是系统 第三个转型升级 原来卖产品 现在卖精品 原来我们的技术条件 我们的装备条件 我们的管理条件 还不能做到完全能够造出精品 我们努力造精品 我们条件还不具备 能力还不支撑 我们现在有能力造精品了 第四个呢 我们的转型升级 我们原来更多的卖硬件 就是卖这么大的设备 大船队拉出去很大的一个设备 现在更多的是卖软件 那么第五个转型升级是什么呢 我们原来的管理形态 制造形态 设计形态 服务形态 我们自己内部定为2.0形态 现在全面转型升级到4.0形态 4.0形态 就是也是对应的 我们第四代集装箱码头来讲的 最后就无转无升 其中的一个载体跟平台上 这就是一体化的全自动化码头 当然还有人问 我们的这个实体经济 正华中工你们的利用也不高啊 而且你们这么好的品牌 这么好的牌子 干嘛不搞房地产呢 干嘛不搞一些 杠杆效应比较强的股票啊 投资啊 有的人说了 你们太傻了 其实也不尽然 说托时转虚 我的结论是时需结合 时是根 我们实体企业 是创造价值的源泉 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机啊 我觉得这三句话 就足以代表实体经济的地位 一个国家的实力 一个国家的强大 很多的要素 很多的方面 体现在你实体经济上 你是不是这个根 这个本是强的 这个魂还没有丢 当然 我还有一个概念呢 跟大家来共享呢 价值创造 是靠 诚实的劳动 实体的劳动创造 很多啊 当然 有些杠杆的东西 财富可能在 短期内积累了 但是 价值的创造 并没有跟上 那就会产生泡沫 那会产生 行业的泡沫 社会的泡沫 就会产生这种和那样的 金融危机 地产危机 经济危机 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其实呢 衡量一个企业的价值创造 不是体验的 当期的财务报表 就正华中工为例来讲 我们跟正华中工 一直走进去的企业 大概160多家 长期配套厂家 对它的拉动 怎么算价值 对它的就业 怎么算价值 我们对当地的贡献 怎么算价值 所以这几个价值 还没有完全算在一块 最后一个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国内外的同行 我们的对正华中工 慕名而来的同志们 说正华中工 我们的一个实体企业 你们觉得这国家层面 怎么样支持这个 正华中工 支持装备企业呢 你现在总理国务院办公会 两次研究到 我们怎么样降成本的问题 我们前几年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 去降补 调转升 三去一降一补 我的理解 去降补是干什么呢 我理解为三个字 去湿气 因为我们身体有湿气 有很多泡沫的东西 有很多虚的东西 不湿的东西 我们要通过去降补 三去一降一补 对吧 来把他的身体 的湿气给去掉 把他的成本 其中最重要的降成本 补短板 对吧 这都是这个目的 那我想呢 中国的企业 像正华中工 能够走到国际市场里面 占出比较大的份额 这个数量还远远不够 那么我们的竞争力 还远远不够 我们对品质质量的追求 没跟上 所以呢 也是走不远 我们对细节的问题 没跟上 也是走不远 像这些工作 都要有国家政策的引导 国家创新政策的支撑 在这方面呢 我想呢 我觉得我们国家呢 还有很多要调整的余地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大家都知道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 处在一个这样大调整的时期 中国制造面临的形势 还是非常严峻 尤其是国外 对中国制造 还是有一些 比较惯性的印象 低质量 山寨 这样的 不过刚才 听了宋总的演讲之后 我是感受到了 振华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已经处于引领 中低端 向高端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所以说 我想请教一下宋总 对于目前 仍处于中低端的 中国制造企业 您有哪些建议 好 谢谢 谢谢 提的问题非常好 这也是我 可能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也是对制造业 大家 这些行业里同行们 经常思考的问题 我们不可回避的是 我们的制造业 因为我们的工业化的 程度不高 我们的起点不高 我们的技术不牢 所以我们的制造管理形态 都还是处于中低端 还处于下游 这体现我们的技术 跟不上 我们的数字能力 跟不上 我们的管理 跟不上 再一个呢 我们对国际化的规则 跟不上 对于一些所在国的情况 了解不多 等等 但怎么做 那我感觉呢 补短板的东西 一个是补技术的短板 我们的技术工作 要补这个短板 第二个补体系的短板 我们知道也是讲体系的 不是哪一个要素 所以把这个体系的短板 补上 那么现在的路径呢 要补这两个短板的路径呢 就是走一条路 全面的硕质化转型 硕质化转型呢 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能够比较快速的 对基础性的 把一些体系的东西 这个短板能补起来 不能说完全靠低成本 靠低廉的服务 再走这个老路是行不通了 一定走内涵式高品质的发展之路 就是我的建议 万岛超车素质化 这都是现在在制造业上面 最时髦的用词 好 下面请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 靳颖书 宋董事长您好 很高兴今天听到 您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 其实我觉得 包括那个无人魔鬼码头 其实对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 其实还是挺震撼的 因为我很难想象 就是中国的制造业 能有这样的实力 就是对于整个这个 制造业行业来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 这个伟大的目标 是我们的智能制造2025 那我想请宋总 给我们讲一下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 在未来这个实现 这个智能制造2025的 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还有哪些 就是具体的困难 或者说挑战 谢谢 我想的前面也讲到了 我们面临的一个转型升级 我们为什么要转型升级 我们的工业形态 很多制造业企业 这个状态大概在1.0 2.0 我们工业化的技术并不高 我们原来 像我去的政华中工 一开始基本上 乡镇企业的模式 到了工业化 专业化 规模化 一体化 到了这几个化统一的时候 可能就基本上到2.0 那么在到了控制水平 比较高的时候到3.0 到了完全智能化 网络化的时候 大概4.0 我们的状态还不太行 所以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些差距 其实德国4.0 有一批专家系统的研究 但是德国那个4.0 大的节点目标 跟中国的差不多 但是路径上 体系上 我觉得还是有差距 因为各个国家 不仅仅是国情 行情不一样 起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的 技术能力也不一样 所以这些差异化 不可能照搬它 那个模式去做 中国的2.0 2.5 包括十大产业 多少类产业 不同产业的起点也不一样 技术也不一样 所以对它实现最重的 智能制造 智能设计 智能化工厂 打造 这些打造的过程路径 我觉得中国给出的 药方路径更多一点 而且对于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阶段 2025都给出一定的路径 从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 微观层面 都提出了一些要求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同时的话 教育的话 也是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想从教育的角度呢 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从企业的产业升级角度来讲 您觉得需要什么样的一些人才 第二个 就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角度来讲 请您对整个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 提一些建议 谢谢您 人才 我有几句话 叫学习是根 创新是魂 人才技术是本 人才跟技术是这个企业的 最本质的东西 没有人才 那就无从谈起 现在这个社会呢 可能这个竞争力主要体验在 学习力跟创新力上 学习跟教育永不停步 而且学习跟培训 作为你的刚性的任务 进入你的考核 一年不少于多少小时 就是应证 那么看起来日本 德国 他们都非常重视培训 职业培训 可能某些方面 跟一些大学比一点都不差 甚至更有他的个性 他的投入非常大 他的这个坚持非常强 作为刚性的坚持 所以他们的各种培训 不仅仅是入职的培训 每个阶段 每个环节 都要进行系统培训 高标准培训 那是一个大强度的训练 所以他们的专业素养 职业素养是好的 我们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说呢 咱们这个培训 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我跟英国的几个大学交流过 他们的案例教学 非常多 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交流比较多 中国的理论讲的比较多 有好有坏 我不好定论 但是我觉得应该重视案例教学 重视应用教学 特别大学研究生博士生 要讲很多精彩的工程案例 技术案例 解决问题的案例 这样给他一些启发 给他一些解决问题的钥匙 而不是一种知识量 灵量的堆积 我觉得这一点上呢 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也不一定准确 好 宋总的回答非常有针对性 非常具体 谢谢 非常感谢宋董事长精彩的演讲 一带一路为中国的装备制造业 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那么为了使中国的装备制造业 更好地走出去 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扶持方面 您有什么建议 谢谢 确实呢 咱们国家呢 提出了一带一路呢 说白了 在全球搭一个舞台 给中国企业来去展示 也给世界的企业去展示 但是这个舞台 是中国搭的 是中国的方案 中国的智慧 当然这个平台搭的非常表不起 我大内心里感到 非常非常的敬重 这个一带一路战略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中国跟世界企业的融合 国际的融合 是再好不过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当然我们也想呢 这里面国家方面 还应该研究得更透一点 结合205 结合一带一路 这两个怎么结合 比如在资金的使用方面 装备企业 有它的回报率的要求 包括它的这个贷款的成本呢 有些方面给一些政策 无息的 这个低息的 给一些 再一个成立一些专项基金 还有一个呢 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 先走出去 把它做大做强 带动一般企业走出去 这种牵引力跟辐射作用更强 如果每个企业都想走出去 每个省每个市都走出去 实际上有大量的资源浪费 大量的这个交叉重复 甚至呢 很多交很多重复性的学费 我觉得这个不提倡 应该在这方面 有一些专门的规刀 专门的体系研究 鼓励有能力 有水平大企业 带领大家走 那么这样走得更顺 成本也会更好 利用空间也更大 好 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 下面还有个微信问题 它是这么说的 前一段有外媒报道 说服药玻璃在美国建厂后 遭遇了水土不服 虽然不服内容后来被认为是报道事实 但也由此可以得知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 并非一帆风水 郑华重工在海外也建有子公司 在本土化过程当中 是否也有一些困扰 谢谢郑老师 确实这些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到欧洲 欧美去说到他们的水土不服 这些是一种自然现象 本能的现象 因为人不是万能的 到一个新环境都要适应环境 这些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你一说到美国 前面我讲到很多案例 你对它的工会组织 对它的法律 对它的环保要求 对它的造成要求等等 如果说你省了哪些东西 你就会有代价 所以就显得水土不服 那么欧洲人跟美国人也说了 他们的企业到中国也存在说 到中国水土不服 我就讲了我在美国的案例 基本上一天上来平手了 一样都存在这些问题 你要主动适应所在国的法律文化 包括它的一系列的 一些组织的一些行为 你要熟悉它 适应它 当然我们也影响它 我们很多东西也影响初代国 所以那是后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 一个作为国际化的公司 可能都在经过的一个 必然的阶段 或者说是一个必修可 非常感谢宋海良先生 今天的精彩演讲 谢谢您给观众的精彩回答 郑华重工是我们中国制造业的骄傲 我相信郑华重工在中国人民 振兴中华的新长征路上 还会继续谱写更精彩的故事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